監視器畫面拍到 男學生拿著作業部走進教室 在隔壁上課的無姓教師 將他叫過來狠狠抓他的頭髮 再拉進教室教訓 另一名男學生也遇到相同的情形 被拉頭髮搖晃身體 整個人還因此跪倒在地 我現在上課的時候就說 這種是怎麼上課 那桌子出來的時候就出來了 又進來 口袭 空話 這是怎麼上課 趙家長控訴不當體拔 事件曝光後 無姓教師緊急出面澄清 63歲的他在屏東一所國小任教 去年4月認為經過教室外的學生 太吵鬧 讓他無法上課 氣得對五名學生體罰 學生們嚇得嚎啕大哭 摸你的頭髮警戒一下 摸頭髮一下 警戒說說說說說 警戒你不要這樣這樣而已 所以你沒辦法 對啊 今晚無姓教師解釋 當天的肢體動作 是一種互動方式 不過學生家長無法接受 事後帶小孩驗傷 提告傷害 更指控無姓教師 和解不成竟然在法庭上嗆 反正都要退休了 讓他們氣炸了 對於家長的指控 無姓教師否認 但校方看到監視器畫面 也認為他當時情緒失控 事發後啟動教評會 記憶之大過程處 無姓教師2月1號即將退休 之後每個月都可以領到 6萬多的退休金 但退休前爆發這起案件 是否會取消資格 目前照他的整個程序看 他是沒有問題 可以理 教育處強調 取消退休金的資格 必須要涉嫌性侵 貪污賭職等重大刑案 提罰傷害不會影響退休 但如果無姓教師 因為這起案件被判刑 坐牢期間都領不到退休金 雖然可以順利退休 但他對學生不當體拔 教師形象已經嚴重受損 記得張春晃 遠方SNG小組 評同報導